九十二 新聞神報 暑期十大國內旅遊熱門地出爐 2015年7月27日亦推C 十近日暑期十大國內旅遊熱門目的地出爐 七月中旬以來 國內旅遊市場全面進入暑期旺季 熱門目的地和景區的遊客量大幅增加 部分景區甚至開始限流 尤其是週末人氣爆棚 旅遊線路部價相比六月份也有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的上漲 建議市民提前與訂好行程 初封出遊 與此同時 各大旅遊網站暑期速消戰如火魚圖可以值省不少費用 但要注意選擇有資質的網站 簽訂合同 暑假國內風遊迅速升溫 已進入旺季 各旅親子遊 秘書遊 高鐵遊 海濱遊 等主題旅遊帶旺料旅遊市場 跟團遊 自由行的價格也正式進入旺季價 七月 八月出行比六月要貴近千元 比喻三 雲南等業滿旅遊目的地 收機票和酒店價格影響 旅遊團的價格上漲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 但與去年同期相比 今年的價格比去年更優惠 三二五日自由行的起價也在二千元左右 到了暑假後期旅遊價格還會走高 早與訂和多人與訂一般都會有折扣 預計國內旅遊8月15日以後 價格才會有所回落 國內之名在線跟團遊 自由行服務商規程旅行網 根據七月出行的頂單統計 發布了十大暑期跟團遊目的地 九寨溝 北京 昆明 三亞 桂林 麗江 張家界 桂陽 三峽 廈門 排名顯示 親水避暑 高山避暑人氣最高 四川 北京 雲南 海南 廣西 湖南 貴州 福建等市跟團旅遊的首選目的地 九寨溝 北京 昆明等成為人氣最高的跟團遊目的地 昆明 三峽 張家界 桂陽等地平均氣溫緊在二十幾攝氏度 在全國普遍進入高溫正敲天氣時 避暑旅遊優勢十分明顯 跟團遊主要是家庭親子 中老年 學生畢業族 然而 隨著遊客的旅遊經驗日益豐富 對跟團遊的選擇也逸趨理性 並不單止看價格 雖然 順玩團比含購物的團隊價格更高 但遊客選擇 順玩團的佔比環市很高 以 雲南遊為來五日遊起格普遍在三千元到四千元之間